你好,我和你,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欢迎来到神汪第一线 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一早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魔汉编辑部正向部浪费冷气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的节目分享出去 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封面的话题也是要在这里讲一次 如果你不是经常听这个节目的话 这个封面的话题是差不多到两个小时后才会讲的 如果你觉得要等这么久,两个小时后才会回来 或者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可以留下 继续听我们这个《神汪第一线》的直播节目 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要留意 现在很流行内地消费,买内地的东西 什么都买内地的,即是淘宝,还有自己去深圳去买东西 提醒大家一件事,这是根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的报导 就是低价的宠物粮品,即是养猫养狗的网友一定要留意 就是在国内有些费,是很便宜的,是便宜得不合理的 这件事其实在3月15日的时候已经爆出了 就是河北省 迎台市南和區 它是全國規模最大的 寵物糧生產基地 它有大量每天的劣質寵物糧 流向市場 有業者當然是說 這個是用最爛的東西 做最貴的糧 如果你疼你的寵物的話 我不是叫大家完全不能買大陸的東西 但是太離譜了 用最爛的東西做最貴的糧 中央港電總台中國之星的記者 去調查過寵物糧市場的亂象 你看我剛才說的河北省台南和區 就是中國寵物食品之鄉 寵物食品連產是超過130萬噸 佔全國寵物食品六成的市場份額 中央港電總台的中國之星記者 就進去了 查他們做什麼 太離譜了 其實我早兩天已經想說了 不過有其他事情 就沒有告訴大家 因為不發廠商 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 就用最劣質的原材料 去製造寵物食品 還有是滲一些石粉 滲羽毛粉、石粉 這兩樣東西是會危害寵物健康的 尤其是小狗 貓吃有羽毛的東西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貓本身在大自然 牠也會捉鳥來吃 牠也會吃羽毛的肚子 貓就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但如果是狗 狗是不會吃這些東西的 其實在大自然是 因為狗是捉不到鳥的 嚴格來說 狗會去捉雞吃 牠也不會 其實就是 很離譜 我看到牠很生氣的 今天會說很多負面的事情 但是大家正能量去面對 做好自己 我覺得 還有如果家裡有寵物 真的要謹慎 這個行業有業者 直接出來說 一聽到這些我已經害怕了 就是用最難的東西做最貴的糧 就是這個行業的潛規則 真的太過分了 這個 央港的記者 就去了 那裡看 他那個地方叫做 賈宋鎮 在這個南河區的賈宋鎮 那裡看 一條東西幹道 有很多間 寵物食品生產企業 有很多廠家 都拿了招牌出來 我們做狗糧的 我們做貓糧的 在園區裡面的一間廠房 工人就把那些 剛剛在生產市出來的 那些狗糧裝袋 記者就放射 我們要做寵物糧代工 那 企業負責人姓謝 他就說可以按顧客的要求 定制狗糧和貓糧 現在在趕制的這批貨 就是幫... 這個你一定要小心 這間公司的貨 千萬不要買了 在淘寶 在... 在國內的網站 是有賣這隻牌子的 叫做刺寵寵物 刺熱的刺 刺寵寵物 的狗糧 他出廠價 說出來 這個負責人 哇!這個負責人 一說就很糟糕 每噸 是四千元 即是 每噸四千元的狗糧 很便宜 即是那些狗餅 每噸四千元 其實是不可能的 即是這個 是超級便宜的 因為現在你去零售 去買一些正常一點的貓糧 狗糧 一公斤 其實已經要... 五六十元人民幣 其實是比較好一點的 質量的那些 一公斤已經要五六十元人民幣 這些是差不多 在外國算是便宜的 即是我餵給這隻貓吃的那些糧 一袋 即是... 飛仔那時候是最貴的 那時候吃 他吃儲方糧 一袋... 好像不夠兩公斤 忘記了 他說 我們這裏的錢是... 六七十元 六七十元 即是... 算港幣三百多元 兩百多三百元 三百元 你當它是三百元 現在真是離譜 即是... 一噸的出廠價是四千元 那... 寵物糧食一定要有粗蛋白的 因為... 貓、狗本來都是肉食的 狗就算是可以雜食多些 但是貓本來是肉食的動物 那... 那... 這些寵物要健康成長 就一定要... 那個粗蛋白是要救的 那... 那... 記者在裏面看 這隻... 刺寵寵物 成份那裏保證... 一欄就是粗蛋白含量超過36% 是國家標準兩倍 那... 那個企業負責人出來說 四千元噸的狗糧? 我們沒辦法達到國標的 這些數字都是... 好看就怎樣寫 那樣... 而且是噱頭來的 你不用看了 我告訴你 這個粗蛋白... 不要標得太低 九糧國標... 不是百分之18就足夠 你標到百分之30就足夠了 原來是假的 它標出來是 接著不僅是成份分析 保證值 以及... 這個... 這個... 產品原料也有問題 不僅是成份保證值有問題 這個狗糧寫著 雞肉含量是百分之52 新鮮 雞小胸的含量是百分之20 接著呢 記者就四圍看看 你們看看有沒有放肉類的冷藏櫃 因為如果真的用肉來做 你要乾燥一些肉 乾燥一些肉 乾燥一些肉 起碼要有冰桂 放一些冰鮮肉 或者冰... 未必是冰鮮 可能是... 薑絲肉 其實是沒有事的 吃薑絲肉是沒有事的 謝先生帶了記者去配料的車間 幾十代大東西 全部都是粉末來的 我們寫雞肉 其實就是雞肉粉 只是雞肉粉來的 那麼... 這是行業的潛規則 為了賣個好價錢 所以... 我們就會把雞肉粉寫成雞肉 來... 太可惡了 實在太可惡了 他還說 他的產品標註生產企業 就是營台奧派寵物食品有限公司 標註地址跟廠的實際距離 是十幾公里 全部都是假的 除了2.5公斤淨含量 這些產品信息沒有假的之外 其他產品的袋子上寫的大部分內容 跟實際是不符的 在網上這隻2.5公斤的 次重全價全期狗糧 其實是很便宜的 便宜到不合理 即是20到30元一袋 網上有店舖 買出近萬件 電商平台 這類價格較低的寵物糧 都是用高蛋白 純鮮肉為賣點 銷量火爆 但哪有這麼大的甲拿一除街條 你想想也知道 有什麼可能會這麼便宜 好的貓狗糧怎麼會這麼便宜 是不可能的 不過20到30元一件 其實都很離譜 你要聽一下 其實它本來是4000元一噸 出創價 即是1元一公斤 是不是4元一公斤 不是1元一公斤 哎呀 真的很離譜 很過分 好了 在南河區賈宋鎮 有另一間叫艾迪寵物 一天可以生產100噸寵物糧食的代工企業 負責人 這個王先生 仆街影衰姓王 他的車間是企業低價糧的生產線 這些低價糧都是酒量的 這隻有幾款狗糧 每天都能出貨6、7噸 這個量很大 網上賣很多 你給我吧 這個也不叫什麼 你有需要的話 我生產就行了 你想想這個王先生這個更糟糕 所以他真的影衰成王 這個車間生產的寵物糧 連雞肉粉也不用 他是用羽毛粉 糟糕 真是壞到不得了 因為你用羽毛粉 就可以提升狗糧的粗蛋白質指標 但是狗糧是吸收不到羽毛的 一定行 肯定是無可能的 吸收到羽毛粉裡面的東西 怎麼吸收 那麼 黃先生他說 低價糧的材料情況差距很大 那個產品品控難以保障 很老實 跟記者說 接著 如果寵物吃了之後 有不息甚至死亡 廠家是不會負責的 混蛋 他就說 這些低端糧不要做的 原料每批和每批的差異特別大 他就用粟米 粟米就是寵物糧最主要的原材料之一 現在的粟米價格是每噸二千元以上的 那麼 為了控制成本 出廠價每噸三千多的寵物糧 連粟米都沒有加 用什麼 用玉米枯 說那些狗吃了真是糟糕 一定沒有營養的 一定 一定的狗肯定沒有健康 接著就加些粉去做 裡面一點肉都沒有 那 那 這就是最糟糕的 我看到的就是很生氣 這就是 因為那些狗吃的東西 如果是劣質的話 那會有毒素 有毒素就會超標 那毒素超標 我看到貓貓狗狗吃了會怎樣? 會肚餓 正常來說 他的大便應該是一塊塊 不像人 人吃得很雜 所以 有時候 大便的差異程度會特別多 但是貓貓狗狗 如果他是健康的話 不像我之前 駕駛了那隻飛仔 他應該 他應該是 怎樣都可以出現正常的東西 糟糕 原來他們這樣也想到 那些廠商 加什麼 令狗不餓 就是 蒙脫石 那我想說 蒙脫石是什麼東西 那些什麼 什麼 五石粉 五石散 那些什麼 原來不是 原來 這個蒙脫石的英文 就是Montmorellonite 那用來做什麼 這個Montmorellonite 其實就是 之前 有做短妝的 有一次 這個是 如果沒有記錯 電視劇也拍過 那就是 講一下香港 居屋 還是公屋 我忘記了 好像是居屋 短妝工程 那他為什麼 搞短妝呢 就是 打妝 有些妝要先轉 轉的時候 他就要下一個 就是 Dilling Mud 那這個 這個 Montmorellonite 這個蒙脫石 就是 Dilling Mud 的組成部分 其實是主要組成部分 這個蒙脫石 竟然 就是 給 貓貓狗狗吃 蒙脫石 當然有 人也可以吃 因為 如果你重金屬中毒 醫生 都會給 蒙脫石 散你的 如果重金屬中毒 那 其實 也可以醫肚 肚子 糟糕 原來就是給 狗吃 因為 蒙脫石 可以有效 吸附毒素 可以幫寵物止射 所以 在寵物糧裡面 加蒙脫石 是 行業共識 臨床實驗證明 這個資料裡面 加了0.2%的蒙脫石 就可以解決 資料裡面 煤菌毒素的問題 但是 黃先生 是一個放蛇的記者 他說 這幾款低價狗糧 都會添加5%左右的蒙脫石 真是不要貪便宜 如果狗糧便宜到不合理的話 真的不要買給狗吃 其實貓糧也是一樣的 這個主要是說狗糧 主要是 市面上 蒙脫石的價錢是多少呢 就不夠粟米的一半 所以我就是短妝的多糟糕呢 短妝的那些糟糕 是連那些脫鈴筆都不用的 哈哈哈哈 那時候 我記得說到劇集是這麼說的 他編劇沒有亂吹的 他真的連那些脫鈴筆都不用 短妝的那些糟糕 那好吧 這個寵物行業的人 就告訴了給記者 如果一隻狗或貓 長期過度攝入蒙脫石 會對寵物健康產生影響 有比例的 其實你正常就是 每噸加10斤 就可以吸附毒素 量太多 長期吃這種狗糧 貓、貓、狗、狗、狗 會腎衰竭的 哇 這個真是大煲領落 好了 那 其實 問題就是 這麼劣質的貓、狗、狗、狗 那些寵物會不會吃的呢? 那 在賈宋鎮 一間生物公司的負責人 拿了一袋 有食粉 吸引這個 寵物吃的 這麼賤也有 他就說 你用這個有食粉 那些寵物就不會排斥那些劣質糧了 多糟糕 那這間生物公司的負責人就說 這個龐化糧 即是現在吃的狗餅 那些寵物 我們叫做 最後一道工序 就是掛這個有食粉 這個是一定會的 其實 它有很 譬如現在 我餵貓 牠很多時候有很香的 魚味 很香的雞味 那 裡面的糧的品質很壞 不要緊的 其實一有食粉 它一吃第一口 那一有食 它就吃完之後就吞下去了 其實就是 現在行業低價競爭是很劇烈的 那些從業者就沉迷了一件事 就是利潤最大化 其實就是最難的東西 就是賣最貴的價錢 所以現在國內都要小心 買最便宜的又死 買最貴的又死 那些狗糧就是這樣 你說一萬多元一噸嗎? 別人買到五萬多元一噸 你三千元一噸嗎? 他都去買六千元一噸 那些企業就不惜犧牲寵物的健康 來博取最大的利益 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 損害了消費者的權益 亦是對寵物生命健康的極大的漠視 那現在全國最大寵物食品生產基地 劣質糧橫行 究竟監管部門怎麼做呢? 究竟如何提高寵物食品質量安全的水平呢? 那 現在涉事的企業在大陸已經被查封了 已經被查封了 已經被查封了 那麼 這個政府怎麼做呢? 國內 他說會做全方位的排查整治 對出現問題加大打擊力度 建立長效監管機制 對寵物食品寵物質量定期曝光 加強督道檢查 抽檢頻次 對出現問題加大力度打擊 這就是迎台市南和區常務副區長出來說的 現在 會根據那個調查結果 依法依規就處理那批涉事的企業 現在會這樣做 涉事的企業 那些東西全部都抽樣了 那些成品、生產原料全部取樣了 那 很糟糕 那 那 有一間叫做 迎台潮起寵物食品有限公司 經相關部門初步了解 這間企業是沒有正企業來的 沒有生產資質 但是呢 在這個記者放蛇的時候 就告訴了給記者 他們的廠在年初投產之後 一直在做品牌寵物糧代工生產 現在相關部門已經依法取低了 那 河北省農業農村廳 這個 速禽塗載與受藥管理處的處長邊中生 他就說 這幾間企業的原材料抽檢樣本 就會連夜送到石家莊 主要有三個指標 毒素、蛋白和灰粉 在技術上 這個省的檢測手段的精確度 就比院士高 這些就是國內 我提了很多次 那些 三四五六七八九線的地方 你去的地方 或者買去的地方生產的東西 其實是要謹慎的 因為你不知道品質 一定要自己謹慎 不是唱衰大陸 而是 大家要認清事實 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養貓貓狗狗 你都不會買最便宜的 貓糧、狗糧給他 其實 他的情況就是 你都會買一些好一點的品牌 那 養得貓、狗、狗、狗 就有點沒得計 我覺得 真的沒得計 買一些好一點的糧 不要這樣做 現在這些 便宜價糧 就很嚴重 好幸好我對狗是不吃狗糧的 那 CM James O說 大陸人吃的不新鮮肉做火鍋料 放紫柯藥 勁辣來遮掩肉的不新鮮味道 是有這些情況的 所以要小心 Terry Joe說 國內有沒有類似的消費者會員會 他有類似的機關 他有類似的機關 那 讚先生說 吃飯不太好 其實狗就可以 貓又不是太行 貓又 他們要的蛋白質量要多些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裏 現在他們會超級抽查 這是全國最大的基地 他們工廠的門面 拍了出來是很漂亮的 但是這些金玉其外 拜水其中 這些真的是很離譜的 那 要不要 完全排除國內生產的狗糧貓糧 那我就覺得不需要 我又覺得不需要 這些 這些 要試一下 才知道哪些可以 哪些不行 我認為 不是一定要買外邊生產的 但是 我認識很多朋友 都是 有些經濟條件的 講得很清楚 有兩樣東西 一定不會在中國大陸買 大陸品牌的 第一就是 奶粉 奶粉不會買國內生產的 那些信心是沒有的 其實到現在都 另外一樣 就是 這些寵物的資料 都是買外邊進去的 我不是真的 不是唱衰大陸 一定要講 那 Happy Wonder就是 河南還是河北 這次是河北 這次是河北的 那 仁廁牧村說 狗狗不能吃得 谷女食物 其實是可以的 狗其實 是可以雜食的 不過 如果狗要長期健康 是要吃多些蛋白質 其實就是 我理解就是這樣 貓其實也是 貓其實也是 好了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字幕詞在詞曲 李宗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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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